看看新闻榜 太让我失望了 哎呀 这孙悟空他就是猴子 你看看 那么漂亮 妖娆的七个仙女 他们都不动了 这孙悟空 摘头子去了 宝悟 你怎么吃这头子 你也想做啥了 我 我至少得拿个篮子吧 是吧 你以为呢 想歪了吧 哎呀 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这个段子呢 确实有点雷人 但是话说回来 到了这几天 倒还真的是 盘桃成熟的季节 我们节目组 也一路从市区出发 驱车一个小时 来到了金山 为您去寻找他的身影 抬头一看几个大字 哎 这不就是传说中 黄木娘娘的盘桃园吗 哎 我摘了半天 发现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你看啊 动画片里宋悟空 他摘的是盘桃 对不对 我在这摘的也是盘桃 为什么动画片里的盘桃 哎 是这样的呢 那么大 那么圆股股 但是我摘的呢 都是这样扁的呢 嗯 这里要找个人问 这盘桃的形状确实有点奇怪 一般桃子都是圆的 偏偏为何它就是扁的 但诺大的一个果园 哪里去找人问呢 难不成还真有仙女 咦 我突然想起来一招 试试看啊 你看看有没有用啊 定 哇 真的不动了 哎呀 哎呀 我的拖鞋 等一会儿 哎呀 仙女啊 这个你还真的是不动了呀 是不是动不了了 哎 动不了了 我就 我是动你的 你有幽默感吧 我骗你的 我真上你的当了 看来我们的童年就是完满的啊 都看过这部动画片啊 这么热 你还在这工作呀 我在踩桃子 随便踩一踩 随便踩一踩 今天四十度你随便踩一踩 果然是仙女啊 这个哎 有一个问题啊 问一下你啊 你看那个动画片里啊 那个盘桃啊 都那么大个 对吧 对 你看那咬下去 的水分就不得了啊 你看我摘的盘桃啊 我摘的确实是盘桃 对不对 对对对 怎么就是扁的呢 你这给我讲解一下 可以吗 听说以前呢 这个盘桃是圆的 但是呢 后来说我偷盘桃的时候 便一直掉到地上 好了 变着扁的 现在变着轮接的 这个盘桃 原来是衰扁的是吧 哎呀 这个呢 当然也只是一个 美好的传说啊 今天我们来到的 这片桃园 总面积有一万多亩 门票六十元一位 但是您可以免费 带走十斤盘桃 这合下来 也差不多是六块钱一斤 小钱 这样你也来跟我说一说 传授一下 摘桃子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摘桃子的话 那像你这个 看我摘的怎么样 说时代的话不怎么样 那您说说应该怎么摘啊 像你这个桃子 你看 这 正面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这个桃子 但是你反过来看 这个桃子 太难看 这个肚脐也太 然后而且太深硬了 然后跌分量的话太轻了 然后说明这个桃子还不成熟 真的吗 我跌跌看 然后斑斑 虫斑又很多 我们挑的话一定要挑 好的 像这种 我这种白里透红的 都很光滑 没有重斑的 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 都是非常漂亮 如果你要带回家去 要放几天的话 那么稍微硬一点的 我建议是比较硬一点 然后可以在家里放个两三天 肚脐也的话 越小越好看 因为这个像 这两个一看大家都知道 这个有点 外表上不是很好 因为它的肚脐也太大了 那踩摘的时候 这个手势和动作 是不是也有要求 我们踩的时候 不是直接把桃子摘下来 就可以了 而是看到 看住 比如看住一个桃子 我们要向方向拧一拧 一拧 咦 掉下来了 拧一下 把它掉下来 是吧 哦 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 出于事项的是吧 我大概了解了 那我先去摘摘看 看看我家的桃子 能不能合格地通过你的检查 因为今年天气过热 盘桃成熟的时节 延长了差不多半个月 往年到八月半就过季了 而今年可以采摘到八月底 我们也建议大家 大热天里摘桃子 要带好草帽毛巾矿泉水 做好避暑工作 哎呀 收成不错 马上可以吃桃子了啊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 前段时间微博上吵得很凶的 就是人们在争论 吃桃子到底要不要削皮 其实啊 这个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爱好 喜欢吃削皮的你就削 喜欢吃有皮的你就不削 哎 有的人担心就是说 这个怎么能不削皮呢 我跟你说 营养啊 这个皮里的营养 要比果肉的营养 要更为丰富一些 所以只要洗干净的话 你是可以放心地吃的 但就是很多人不放心啊 因为怕有农药洗不掉 这个问题怎么办 农药呢 我们药水肯定要打的 只要清水洗洗 把上面的这种毛毛什么 洗干净就可以吃了 因为我们这边的农药 就是按照规定 去打农药的 哎呀 我真想咬一口啊 哎呀 爽爆了 刚刚太热了你知道吗 然后很渴的时候 咬上一口 我跟你讲 现在咬下去以后 这个桃子里面的桃子 就是爆浆一样 哗爆出来 太爽了 而且用这个井水洗完以后啊 它是冰冰凉的感觉 你看吧 真的是像冰箱里刚拿出来似的 来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 你看我咬下去 里面这个桃肉啊 你看多么的饱满啊 你看我稍微用力 这样一小一挤 哎呀 这个水就流出了 你看看看看 这也吃好了是吧 这不错这不错 我在那边他还没吃呢 我一会再帮你洗个 我先要试试给大家看 都怪我太谈心 瞧瞧这下我只有看的份了 烈日下的上海 中午的街道就是一个被蒸发的节奏 在这种天气里 除了必须解决的午饭 还有一样东西 可以让汗流浃背的泥 多走上几步 那就是这条路上的凉茶铺 这家小小的凉茶铺 在新安路上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不到十平方的小店 专做凉茶 而且都是现煮现卖 这里是现煮现卖 中外中央 今天的电池里面 Wade 接过来 接过来 节省里桅 不知道 这个转护 里面的食材食量 管转手 oster 收圣 互的 护药 有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叫凉茶王 这个叫去湿的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是很轻火的 它有很多功效 比如说喉咙痛啊 溃疡啊 牙痛啊 头痛脑热的 它比较降火 这是很好的这个凉茶 那这个呢 这个去湿排毒的 它主要是有色气的 严重色气的 通便的 主要 对 可以 挺好的 张师傅经营这家小店已经七个年头了 这些凉茶基本都是自产自销 从进货到煮茶一手包办 对于这凉茶可谓是精通 这是我们稍后有一个灌瓶 在冰箱里上冰箱 不是你自己来吗 自己早上很早就起来这熬了 对 我基本上假计要六点半起来煮 要煮几个小时的 冲销是吗 对 那这么热的天啊 那我们这个现煮的凉茶是不是还要冰吞 对 苦的凉茶我一般现在是吃常温的 甜凉茶我一般现在是放在冰箱里要冰的 因为它没防护 容易变症 那为什么苦的不冰呢 苦的冰的话吃了很伤胃 所谓是伤胃 伤胃 对 那两个大概多少苦啊 它是二十四味熬出来的很重要 对 全部是重药 比较苦 那么比较苦是多少 一般是怎么说法呢 吃惯了不怎么苦 像上海人呢 你觉得很苦的味道 你看你尝尝看 也可以 面对张师傅的建议 编导毅然决定找一些路人朋友来帮个忙 然后我再问他 苦吧 不是很苦 不是很苦 其实没有想象的 就是有点那个龟苓膏的这种冲泡蛋的那种感觉 龟苓膏的味道有点 嗯嗯 还是比较就偏草药的呢 你在这 它这里啊就是因为是广东凉茶吧 广东凉茶有两种很苦的 一种是凉茶王还有种是去吃的 这两种是试过了 没有没有 要不要尝试一下 其实对身体很好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一小杯一点点 可以可以 有点像那个桂苓膏的口感 桂苓膏 桂苓膏的苦味 苦度怎么样 苦度还可以 还可以 对的 对的 就是并不是想象中这么苦的 还是有一点点的甘甜 一点点的甘甜 嗯 觉得除内热吧 除内热 嗯 然后就是 它一般说的作用 我觉得是要多喝几个疗尘才会用 应该还是凉茶 还是一种饮品了 但是有点要的这种工程 嗯 对的 看来这个苦味也是因人而异的 就算是很怕苦味的人 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这里买苦凉茶 还有凉茶糖赠送 绝对能够化解不少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苦凉茶还是比较寒的 所以也不宜过量饮用哦 时光如水 岁月如各啊 你看 这又到了一年一度 我和小胖约定的日子了 每年我都要来探访一下他 今年小胖又长高了吗 还是变胖了呢 我们先进去找找看啊 熟悉我们节目的都知道 这里的少东家小胖 每年卖虾是卖的红红火火 听说今年又出了新招啊 小胖在这忙的是吧 小胖啊 哥哥问你啊 现在家里面卖的些什么虾呀都是 现在不仅卖虾 而且卖蟹 呦 真的啊 那都有些什么蟹呢 是不是你给我一个节奏 还要给你一个节奏啊 嗯 好的 那b box好不好 摆 六月黄桌子蟹 珍宝蟹 长脚蟹 最大就是帝王蟹 还有帝王蟹啊 在哪里啊 只给我看一下 哇 您瞧 这帝王蟹可比咱小胖的脸还大了一圈 其实除了帝王蟹 这里还有平常难得一见的新鲜长脚蟹 这一只只金灿灿又大到让人震撼的蟹一上桌 时刻们就只能先忍住口水 蒸香给这只螃蟹拍照了 你们这是一盆长脚蟹是吗 嗯 对的 哇在这个店里看见这个蟹 我觉得好意外啊 一般的话像这种蟹是在哪 什么样的地方吃到的 嗯 比较高级的自主餐啊 还有日本料理店吧 对对对 就会堆在那些冰上面对不对 对啊对啊 都是比较清淡口味 那这个蟹肉我看好像特别肥厚是吧 对对对 肉很很肥厚 主要就是它吃它的那个肉嘛 你看它那个蟹脚也蛮肥美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很硬 这个可以想象 白开以后里面肯定是一块整的 对对对对 一整块肉吃起来很爽 然后现在不是辣的口味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不要吃下去啊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刚刚从这个长腿里包出来的一块肉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很很大很很饱满 一般人站在那个芥末什么的 嗯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是准备 我看您是月月月是要蘸这个啊 对对对对对 我想吃吃 你赶紧先吃吃看什么味道 嗯 好好吃好好吃 描述一下 就是如果不蘸这样的话我刚才已经吃过一口了 是很淡的 就是还不是说很很淡 但是就是正好 然后再蘸一下酱 这里面有那种酸酸的辣辣的甜甜的味道 嗯 很赞 那种口味很舒服我们现在这种重口味的家伙 哈哈哈 除了蟹饺 蟹颗里鲜美饱满的蟹肉外 蟹黄蟹膏更是这个季节 吃蟹必不可少的 一嘴咬上去都是滋滋冒油 最好能够提供一些那个剪蟹的钳子 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好这个节目老板看了一定会想办法的啊 那你觉得这个可以方便吃到的肉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嗯 很细腻 然后有感觉很新鲜 然后味道也很特别 我们今天点的是黄焖的那个味道 我看这边蟹都特别新鲜嘛 嗯 怎么新鲜怎么呢 就看到水箱里面都养着的嘛 嗯 我就看它捞起来 然后就 都活的 对对对对 吃上去感觉怎么样 就新鲜嘛 然后点了个麻辣的 反正挺好吃 我喜欢蟹就是说肉更嫩一点 嗯 等了许久 终于我们看到一桌客人点了帝王蟹 要知道 这一个帝王蟹可是价格不菲 不知味道如何呢 今天就点了一份是帝王蟹对不对 对 椰香的吧大家 椰香咖哩味的 入味很浓啊 就是比一般就是吃帝王蟹 就是那种刺身的要入味一点 就是它的椰香的那种味道都是在那个蟹肉里面 哦 都被通过壳烧到里面去啊 对对对对烧的就是很入味很入味 那会不会说掩盖了蟹肉本身那个甜味 没有没有就是它的后味就是说会有帝王蟹的味道会出来 非常过瘾 描述一下这个感觉 平常没有吃到过这么大的蟹嘛 而且这又是这边的特色帝王蟹 嗯 然后这样一口大口咬下去 然后满嘴的都是蟹肉感觉非常过瘾 哦 其实除了名贵的帝王蟹和长脚蟹 大家也可以选择价格更为实惠的梭子蟹 和六月黄来品尝 其实只要蟹新鲜肉汁都能保证鲜甜有弹性 老板 刚刚这个小胖已经给我介绍过了啊 说了大概有五种蟹 对对对对 现在店里就是主要是有这五种 对对对 那这个口味上有什么样的普通呢 口味上有 只要是小龙虾都做出来的味道 嗯 大的蟹都能做出来 那都会觉得像比如说像帝王蟹 长脚蟹这些蟹 它都特别名贵 啊如果说这样用来烧的话 不会不会把这个实在给糟糕了 吃不到这个蟹原本的鲜甜的味道了 不会啊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是尽量的少添加 呃就是味道浓的东西 保证了它食材的一个 有还有一个回甜的味道 哦 做嘛它的原来的味道 对对对 所以跟小龙虾的沙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有区别的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太多 现在大家都放心了吧 这样重口味的烧帝王蟹 并不会破坏或掩盖这蟹肉原本新鲜的口感 相反这骨子鲜味依然会在您吃好之后回甜出来 更加让人回味无穷 以前啊我自己也会经常过来吃 每次都吃小龙虾一个一个剥的 喜欢吃 喜欢吃 吃一方面 但有时候吃起来真是很累 你看看 这个肉啊 动辄就是这么一大块 这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新鲜的蟹肉是雪白整块的 这一大口咬上去别提有多过瘾了 太过瘾了 再好的小龙虾它的肉质的弹性和鲜甜 都是和帝王蟹没法比拟 它真的是一点点的这个鲜甜味提个味之后 满嘴的全是这个帝王蟹肉质本身的这个鲜甜 所以呢完全不存在出浪费食材这一说 反正特别过瘾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肉的弹性呢 这是我刚刚包开了一个蟹腿没使得吃啊 就要给您看一下 你看多么有弹性啊 这么大一块肉吃啊 这个感觉你是想象不到的 只有亲自过来点一块儿 才能够理解我刚刚的那些表情和那些意义 今天街头客来到了燕荡路上的一家小面馆 说它小啊 绝对是螺丝壳里做道场 但却是内有乾坤 据说这儿有一碗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的面条 吃不到话呀 经常做得来吃米吧 是的 那么这是可以做我的啥呢 你一个米你老有大事 米一个吃两年啊 全然去你老硬吃的 你吃了多少年啊 我老早市的到五斤啊 你去老青我就来吃了 大概考年水 考年水我已经老十岁了 吃到一年了 那四十年块呢 是的 米日也在老有大事也都老好啊 那么我想七八年也要来吃啊 七八年跟我们别地方要吃啊 我要吃我总快给他吃过一个地方 米到好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他的平常来的东西 你得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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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说这是木姜米还没有 如果一个的木姜米做了 我哪里有差区别啊 呃 像 切了支部里有微米 有微米 像 我刚才别中了 你不够两个路 做我切了三一滴 我都不够在那里 就是做过你那滴木姜米 干手牛糖 对对对对 因为这牛糖了 跟你在那十四大牛 这个牛糖是一样的 一个的咖啡呢 咖啡明天 大中够 像这个米面 这些块 可以 用这个凉子 可以了 像我这个车子 可以了 可以了 你也可以干了 等你够了 鱼笼子小块头 这里最地道的组合 自然是手推麻酱面 加上小牛汤 吃过麻酱面的朋友 现在肯定已经在咽口水了 硬制了面条 上面一层香浓醇厚的 花生酱和麻油 再浇上一勺辣油 撒上几小醋葱花 拌一拌 让焦头充分的融入 净道的面条 呼噜噜一大口吸到嘴巴里 四溢的香气 就会蔓延开来 如此美妙的口感 不仅对于老实客们颇具魅力 对于小年轻们 也是充满杀伤力的 所以我们将其它用在肉 这个肉组的口感 就没有在口感 就不仅在哪里 不仅在哪里 就是这只肉组 那一样 对 等会吃 就刚想到这个 米能够的包大 这种老米啊 布米啊 布米啊 这是什么的 木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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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木啊 这个木啊 这种不美味 结果我们的老米呢 就这样 长得很像 哦 这样一个 配着牛肉汤对吧 应该吃麻呀 牛肉汤没拥 我说应该这个 清湯广司做的吧 一没拥 因为牛肉比较吃 这个人配的吃嘛 就一瘦味 两瘦没吃一瘦 喜欢吃什么面呢 我就喜欢吃这个素食景 我觉得它这里面好 它的焦头味道做得比较好 然后它那个麻酱很香的 它调味调得很好吃的 这种环境的地方 年轻人来的比较少 是因为我们在附近上班嘛 我第一次来就是这样 它一直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它一直都是这样的方式的 但是反正我觉得 现在还是以味道为主嘛 觉得味道好吃的话 还是愿意常来的 说起这里的环境 小小的空间 不超过二十个平方 里面横七竖八几张桌子 只留下很小的一个过道 总是挤得满满的 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块筒 边上散落一些 写着数字的夹子 这种可能在三十年前 还很普遍 但在如今繁华的淮海路上 哪还有店坚持着这样的传统 你看算账了 还不离开算盘呢 现如今 只是把最初彩色的小票 换成了电子的收银条 那么多年装修 几乎没有动过 可见人气已经足道 不用改善饮食环境了 有些吃了几十年的老食客 虽然对于味道念念不忘 对着大汗淋漓的感觉 也是念念有词呀 那么木槳贝米加小牛汤 各人吃 吃饭衣啊 我吃了 中小吃到都 我中小吃那个的 这个就是个为了酱米 阿姨一边说着还一边擦汗 真的是一碗面吃到了汗流夹背 甚至有时刻说笑 这是一碗桑拿面 这一碗桑拿面 这一碗桑拿面 应该看一个 全八三米的事 那么因为家放以后呢 有些就是家放起来 就是西南卡比古 家放以后 就是跟这个 铁人米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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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奶奶想要做个 母椒米方 学我这个糖 母椒米呢 应该看 松瓜米辣了 母椒米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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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做嘛 几十年如一日的味道 靠的还是后厨的功力 不难发现 这里的员工 通通都是性子很急的 上海阿姨 我给你了 先生你 先生你啊 嗯 当人家过来煮酒 木椒米 干牛肉 上海 你和他哥们是 煮到一个 弄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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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了啥地方呢 那是干 那是火了啥 那是两斤 酒精 嗯 那用啥酒精啊 这话还没说完 阿姨就端着牛肉汤开溜了 原来除了麻酱面 很多人还借不掉他们家的小牛汤 以免几片香香的牛肉 汤里的咖喱也恰到好处 盘时间 这么一碗用上等黄牛肉熬制的牛肉汤 一煮就是半个多设计 浓浓香味不减当年 你看食客们各个幸福的模样 真是好面配好汤 不得不留恋啊 金开面包房实在有礼 要给大家来送礼了 从上个星期 咱们这个实在有礼回归之后啊 很多朋友就通过这个微博 还有微信来联系我们 今天来的这一家 他就说 他是我们这个人气美食的忠实粉丝 到底是不是呢 你看 沉甸甸的一包礼物 我已经是带过来 而且今天礼物还有编的哦 除了我们上次看到的大礼包之外 还有这样的一个小礼包 就是只要你开门 不管你有没有在看我们节目 只要开门 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小礼包送给你 像一个小油桶一样的 而且吃完之后 还可以当这个零钱罐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 这位忠实的粉丝 在不在家 谢谢 谢谢 没事没事 正好是有一位朋友出来了 这个门正好开了 这样我觉得是最好检验 我们这种临时突击啊 看看你有没有在家看电视 是一楼 那应该就是这一家了 好像听起来没有声音耶 敲门看看 您好 您好 哎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您好 我们是那个新上名道人际美食 啊 真的 是真的 我们来了 你们是报名的吗 哎 你好 你好 哎 是您在微博上报名的呀 还是 哎呦 我都已经看到了 这里边 在拨着这个刚看大螃蟹了 再看人际美食啊 这样 来 那姐开门了 先给您送上一个小礼 就是金安面包房提供的 你看这是一个像小油桶一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 我们大礼还在我这里呢 我能不能方便进来 可以吗 要换鞋吗 啊 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 门正好是开着的 所以绝对是突然袭击 一打开我就看见了啊 人际美食正在拨着 阿姨 是您给我们发的这个微博呀 我女儿发的 女儿 对不对是吧 来来来一起出去 是您给我们发的微博 是的 是的 你现在是上大学还是 已经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 会做菜吧 平常 不太会做 不太会做 这样多看人际美食 明星爱出房 对对对 要学做菜 对对就是明星爱出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板块嘛 然后就经常在上面 能够学到很多的一些 就是做菜的知识 看来对我们节目挺了解的 这样今天的问题就和这个板块有关 你要说出两个我们人际美食的板块 我们的大理交对了 大理我们就送给你好不好 那个就有那个美味搜 还有街头客 还有明星爱厨房 还有这个实在有礼这个活动 还有那个街头开火 还有下次 对还有那个美味谈谈看 我觉得已经够了 因为一会会功夫 他已经说了六个了 我们找两个就行了 果然是人际美食的忠实 粉丝啊 这样大理包要拿出来了啊 就是由静安面包房提供的 静安大理包 一个送给你 送给你 你希望这个这里面是月饼啊 这个盒子以后可能 穿上也可以做一个这个 小包装盒啊 希望以后咱们多多支持 这个人气美食好不好 好 然后咱们都奔着人气美食学做菜 好 来我们对个镜头喝一留念 一二三 非常幸运啊 一敲门上去 这位朋友就在家 而且正好就在看我们的人气美食 看来果然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 我们都知道啊 粤菜呢 是八大菜系之一 粤菜里面有很多非常有名的美食 但是今天我们要去品尝呢 这道粤菜啊 可以说一听到它的名字 口水就会直流 它就是外脆里嫩的烤乳猪 它究竟有什么特色 可以让它成为 桌桌必点的招牌菜呢 我们去问一下食客 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一家主打粤菜的中餐厅 这里的不少食客 正是冲着他们家的烤乳猪而来 那么它吃起来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我印象最深的 我就觉得它的皮比较脆 皮好吃啊 它的皮呢又比较脆 然后比较有特色 吃上去呢就很酥很脆 特别是它这个脆啊 我觉得是 已经是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了 都说这烤乳猪最大特色就是酥脆无比的皮 那它到底脆到什么程度呢 下面就一起去见证一下 这样好吧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感受这个有多脆 你跟我们尝一下 我喜欢蘸 你喜欢蘸它 我喜欢蘸 你这口味蛮奇怪 好 OK 好 有有有 你看我咬下去的时候呢 如果说是有一点捏脸的话 它会咬不开 就会有拉丝的 对对对 我一咬了就开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这是做的不错的 不错是吧 但是会不会太干 有时候脆的就收得太紧了吗 没有没有 因为它其实咬下去呢 它虽然有这个声音 但是还是有那个吃 肉吃 吃水的味道 还是有吃水的味道 咬起来咯吱咯吱脆的表皮 看来是征服了很多食客的味蕾 那么表皮下藏着的猪肉口感又如何呢 那个肉比较多汁啊 然后口感就很非常嫩 然后非常的爽滑的口感 我想问一下 这个肉本身它有味道吗 嗯 它本身其实有一点点的咸咸的味道 其实已经很入味了 不会很腻 不会很油 所以还蛮适合下天吃的 我看你有没有蘸这个酱 对对对 这个酱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不仅有一定的那个甜感 它还有一点的咸感 所以就是说会比较有特点 就是有甜有咸 这个味道有点复杂嘛感觉 对很不错啊 外皮酥脆不油腻 肉质细嫩而爽口 酱料咸甜很开胃 看食客们大快朵鱼的样子 就知道这烤乳猪的受欢迎程度了 这家的招牌菜当之无愧 就是它了 现在呢我找到咱们这餐厅的经理啊 你好 你好 好多人都点这个烤乳猪 它是不是你知道的招牌菜 是的 这是我们的招牌菜 招牌卤猪 每天的话一般是那个限量五只 所以的话一定要提前那个预定 为了保证品质 店家每天限量供应 因此想要吃到的朋友 需要提前预定 而这份文汁垂涎三尺 十只口感酥脆的烤乳猪 好吃的背后也包含着大厨的用心 郑大厨 我看到外面好多人都点了 你们这边的招牌菜烤乳猪 据我所知 烤乳猪应该是广东这一份 非常有名的特色菜吧 是的 烤乳猪是广东的有名的一个特色菜 它在西州的时候就被称为 八真之一 俗称泡腾 所以很珍贵 我也应该说是 烤乳猪是最著名的广东特色菜之一 历史悠久 早在西州时期就被列为八真之一 在清朝康熙年间 更成为满汉全席中的一道主要菜肴 而这猪肉要好吃 首先选材非常关键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边的这个烤乳猪 这个猪选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因为我们这边选用的乳猪 都是进口的越南乳猪 它的重量就是在五斤到六斤之间 不会超过六斤 为什么这个大小也是要控制好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保持它的皮脆 纷嫩肉很嫩的 影响到口感是吧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整个烤乳猪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的 先把这个猪先解冻好 然后用刀把上面该去掉的骨头啊肉啊 多余的肉跟骨头全部去掉 然后用沸腾的开水先烫一下 让它皮收缩一下冷却 然后用东西再腌 除去多余的碎肉和骨头 并且洗净烫熟后就要进行腌制了 腌制的调料需要蒜蓉 玫瑰露酒 海鲜酱和花生酱调制的酱料 以及大厨自制的盐 这是我自制的这种盐 这是盐 盐里边它有加了很多香料啊 腌制它让它入味 我看这个盐的颜色好像有点黄黄的红红的 这里面具体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里面加了有八角粉啊 像干草粉之类的什么 五香粉之类的 所以它的颜色在变红的 大概要腌多少时间 腌制的话大概在15分钟左右 大厨告诉我们 腌制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 先放盐 蒜蓉和调味酒 并且要在猪的颈部和腿部 这样肉厚的地方多撒一些 其他地方均匀撒开 这样才能充分入味 但是在进烤炉之前 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大厨问一下 这一碗是什么东西 这一碗就是我自制的秘方 就是刷在猪身上 保持那个猪皮啊 在菜和化 那是所有的外面烤乳猪的店 都要刷这个的吗 这个也不一定的 是每个师傅会一样的要求 那是这个刷完之后 就是保持这个猪的皮更脆 对对对 那里面添加了些什么东西 添加里面有 像麦芽糖啊 像白醋啊 红醋啊 等等东西 把秘制的料刷好 就可以进烤炉了 烤制20分钟左右 让乳猪达到9成熟 但是别以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在明火上烤熟的那一成 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放在明火上 猪炉上面烤 把猪皮上面烤上颜色 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 这个猪外面很脆的那一部分 其实就是最后 会明火这个起到的作用 对对对 用中等热度的炭火均匀烤制 让猪的表皮慢慢变成猪红色 这一步看似简单 却需要大厨 用多年的经验 来把握火候和时间 只有受热均匀 才能够达到表皮酥脆 又不焦的效果 大厨 我看到你刚才一直在刷油 这是为什么 刷油的话 因为这个事实上 有的地方猪烤好了 它刷油上去保持它不焦掉 保证每一块地方都均匀的 可以受到热是吧 对对对 我看现在皮已经很脆了 还没有好吗 基本上好了 那你是怎么判断它好还是没好 就是猪皮的话 颜色基本上一样了 它基本上爆起来 因为它猪皮是爆出来的嘛 那这些它是爆出来 它就是好了 它现在烤在上面 就很晶莹剔透的 对对对 基本上是好的是吧 对对 最后把烤好的香猪 改刀切块装盘 这样一道色泽晶莹剔透 口感酥脆细嫩的烤乳猪 就可以上桌品尝了 它首先它处理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它很脆 你有听到它那个咯咯咯咯的声音 但是它不是那种 就是特别干的那种感觉 它里面还是有很多汁水的 所以汁水是很饱满的 但是完全让你感觉 这一盆烤乳猪一点都不油腻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来吃粤菜的话 一定要点上这样一份招牌才烤乳猪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好市美术课堂 今天呢 同样我和Alvin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做美食的心得 因为上海其实是一个非常国际的都市 那平时其实吃鸡的时候 我们就在过年的时候才吃鸡 咖喱鸡就更不用说了 那只有一些比较 我们讲起比较时尚的家庭 我爸不爱当时就是一个时尚女性 所以说我们家在请客的时候 或者当我考试考得好的时候 我外婆其实是会给我做一顿咖喱鸡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食材 好 没问题 上海咖喱鸡的材料简单 但是调料相对比较复杂 而日式咖喱鸡肉使用的食材丰富很多 大家都记好了吗 那你的东西比较多 你先开始切 好 没问题 先将洋葱 土豆等食材 切成大小均等的块状 记住蘑菇不能切得太薄 要留一定的厚度 并且鸡肉也不能切得太小 以免缩水后肉质变硬 切成三公分宽的块状比较合适 跟OB相比我鸡已经先切好了 因为这个是要拿一把大刀剁的 所以说我鸡已经切好 只有这一个土豆 这个大土豆呢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就把它对开一下 然后切成正常我们讲的滚刀块 好 准备工作已经做完 我们就开烧 没问题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做 我们怀旧的上海咖喱鸡 首先呢我们先把锅子加热起来 等锅子有一点热以后 我们加上一些色拉油 不用太多 先是从土豆开始翻炒 我们要用比较高的旺火 把它先翻炒一下 等这个土豆边缘呢 有一点点透明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菜放进去 鸡肉发白后 加入油咖喱和水就可以了 那边炉火上呢 已经开始制作上海的老味咖喱 那这样呢我们开始制作 日式的咖喱鸡肉 锅子慢慢热起来呢 可以放一些植物油 好了现在可以把它洋葱放进去 可以听到有一些啪啪啪啪的声音 当洋葱炒香后放入鸡块 鸡肉发白后将其他食材一起加入煸炒 最后倒入400毫升的水 用中高火把水烧开 盖上盖子焖煮一会儿 我先做的这个呢 传统咖喱鸡呢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大家看到我刚才放进去的水啊 已经收干了只剩下三分之一 大海人做咖喱啊 其实一定要甜才好吃 放入我这个调料以后 这是我外国的菜股 你马上会从印度搬到上海 所以加糖可以中和它的辣度 对不对 对啦 我这边呢经过了十分钟的 微火慢炖 那土豆也已经有了沙沙的口感 鸡肉也已经熟透了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加入 好事摆那么多咖喱 这边有一个开封口 那把它抠进去之后 向外一拉 就可以取出整块的咖喱 我们可以根据条纹 先把它的内部掰碎 接下来把它从旁边撕开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我的咖喱最不一样的 不需要凭任何经验和你的味道的感觉 因为我们现在的配料和我们家的水 就用到的就是这一块咖喱 今天用到的是原味 其实原味的第一种 对 它上面有写一二三四五 一到五 但我以前一直以为 好事摆梦多有五种口味 难道不是吗 不是的 这下来我要做 我在想为什么我一直买不到第五种辣度呢 它其实好是有第五种辣度的咖喱 但并不是我们的好事摆梦多 好事摆梦多它有第一种 第二种和第四种 一二四 对 三种和无的话 它其实有另外的产品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第一号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原味 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吃的味道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喜欢吃微辣的朋友 那像你这样爱吃辣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用到第四种 相对就是比较辣 所以说我们摆梦多咖喱 其实只有三种 原来如此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这个咖喱加进去以后 马上这个汤汁就粘稠起来了 我的传统咖喱鸡块已经盛好了 我应该你把我们的这个咖喱鸡肉饭盛上 好最后一步 配白饭 永远是最好的配搭档 记得再盛咖喱的时候 一定要连多一点的酱汁 嗯这个很好吃 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 盛的少了以后啊 我还会去再加一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 上海咖喱鸡需要的是带骨鸡块 土豆则是要切成大块 先翻炒土豆 当边缘成透明状后 加入鸡块 等鸡肉发白后 放入油咖喱和水焖煮就可以了 水收干到三分之一时加入糖盐调味 日式咖喱鸡需要的是五股去皮的鸡腿肉 所有的食材都切成一样大小 但是蘑菇和鸡肉不能切得太小 先需要煸炒洋葱 香味出来后放入鸡腿肉 鸡腿肉发白后 将其他的食材加入 一起煸炒 随后倒入400毫升的水 焖煮一会儿 最后将咖喱块放入 搅拌至汤汁粘稠 不需要调味 很简单就完成了 等了半天 终于到这一刻了 这是我们两个人都是最开心的一个步骤 先尝尝我的这个 好 好不好 很清爽的味道 感觉怎么样 非常不错 非常清爽的味道 而且我感觉 这样子有点辛辣的感觉 最好这时候能够来一杯冰的啤酒 好像 应该感觉更好 没错 我尝尝你的这个 我这个一定要混着这个酱汁和饭 一定要跟米饭一起吃 嗯 你的味道更加柔和 但是我觉得 我们小时候的这个 记忆当中的这个咖喱鸡 也确实有它的风味 所以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不管你是喜欢哪一个 能够让你的家人 更加有很好的胃口 一定要尝试一下 快速 又好吃 不要忘记 对 好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